用数学逻辑分析人生赌局 欢迎来到数学港湾频道 我是冰天 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赌场游戏的英文名称是 Srika Poker 在拉斯维加斯的很多赌场都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在澳门的赌场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贵三宝 作为一个玩家 你最好的策略是 只玩Q64或更好的牌 其他的手牌都弃权 如果你不遵循这个规则 你可能会输掉更多的钱 例如如果你的牌是Queen89 234或788 这些牌都比Queen64要好 关于如何确定牌的等级 请看我们在本视频前面对游戏规则的解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继续玩下去 如果你拿到J92862278这样的牌 那就应该7牌 接受损失本著的现实 否则很可能会输得更多 如果不坚持这个方法 不仅会失去金钱 而且会失去打扶克的乐趣 说到这里有些观众可能要问了 搞了半天这个游戏玩家是输钱的 那么你一开始不是说 要让我成为赌场最敬畏的前1%玩家吗 这不是忽悠我吗 如果一直输钱 赌场怎么可能敬畏我 接下来我来说说这个游戏可能存在的漏洞 而这个漏洞会让玩家 从九赌必输成为九赌必赢 之所以说可能 是由于某些赌场的发牌员不够专业 在发庄家自己的牌的时候 不当心让玩家看到了某一张庄家的牌 或者玩家可以做得很低 当发牌员从牌盒里面拿出牌的一刹那 让玩家看到了庄家的某一张牌 这个时候游戏的优势就从赌场转移到了玩家手里 从数学角度分析 玩家的优势是3.483% 也就是说你每压住100美元 你平均会赢得3块4毛8 随着你玩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会逐步赢得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的最佳策略为 这张表格里面列出了庄家 不当心暴露的每一种牌的玩家优势 综合起来玩家的优势是3.483% 简单说明一下这张图表表达的策略 如果玩家看到庄家的手牌在二到几日之间 那么玩家可以玩任何牌 也就是说可以玩任何三张牌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Queen 那么玩家只玩Queen92或者更好的牌 其他的牌全部弃掉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K 那么玩家只玩K92或者更好的牌 弃掉其他的牌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S 那么玩家只玩S92或者更好的牌 而弃掉其他的牌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对本视频的建议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可以在我们的最新视频出来后 最新时间得到更新 我们下一期再见